台灣新增實力 境外移入 日本 泰國 新加坡 馬來西亞等20國 提升為第三級旅遊警示 中共當局緊急關閉 方艙醫院 武漢當地醫生爆料 病人出院 都是基於政治診斷 中共鼓噪 企圖把病毒源頭加換給美國 對此 川普推文 正式使用中國病毒一詞 德國經濟辦事處調查 台灣超過八成的德國企業 對台灣政府防疫有信心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 請鎖定新唐人亞台灣街 八點新聞 既然《音樂》